无解路一家酒店内发生了池械欧豆案件 造成了一名男子伤重不治 警方在调查后逮捕了涉案的13名男子和一名女子 他们的年龄介于22岁到32岁 其中11人是在接获报案后的5个小时内落网 案件调查目前仍在进行当中 警察部队公布了缴获的三把刀具照片 相信是嫌犯在欧豆时使用 警方是在昨天早上约6点接获了通报 指乌节路100号也就是乌节路的凯黄酒店 发生迟泻欧豆事件 到场后发现两名年龄分别为23岁和29岁的男子 身上多处受伤 当中一人陷入昏迷 送院后不治 警方随后当场逮捕两名深爱男子 并在同一天的上午在物粮关卡和盛港分威路一带 再逮捕了9人 还有两名男子是后来到医院看诊时落网 另外今天也有一名深爱男子向警方自首 警方相信深爱男女是互相认识的 因发生争执而爆发肢体冲突 三名年龄介于25到32岁的男子 今天将被控持械持武器纠中闹事 一旦罪名成立 可被判最长十年监禁和鞭刑